我女兒 如果跟我回內地的時候 當時她帶孫子 有兩個現象發生的 第一是 她帶孫子裝水上去 第二 拖著小朋友 怕被人拐 因為內地拐小朋友很多 好了 拍檔 我拿一支咪 我想問一下 現在我們是不是在拍沈寧玲的頻道 是啊 多謝你出鏡 這樣就好了 我這樣問的原因很簡單 我當然要盡情宣傳 麻煩你給我YANGLE 這是新城電台 財經台 METRO RADIO METRO BROADCAST 好了 我回來了 我們都合作了四年了 真的啊 時間過得很快 我們不斷說 吃喝玩樂 應該是很多香港都很想知道的 當然啦 其實在過去這四年裏 我跟柏霍和沈寧玲 我們就是逢星期四 晚上九點鐘 在我的節目裏 加上跟她的合作 然後呢 我的節目就叫我的事務所 逢星期四 晚上 就真的很想說大灣區 其實我當時找守榮年 你記得為什麼嗎 因為 不是 因為你高大英俊 千萬不要以為 因為他高大英俊 絕對和你這個破關 這是事實來的 還有一件事 就是 我其實經常都看片的 我就覺得這個人都介紹得不錯 而且某程度上都有些中肯的 都有些中肯的 我貼地加的 所以我都是看完他的影片之後 我就想 我自己都是很想令到一些地方 更多知大灣區 不如找他上來做 但原來北京不覺四 是的 而且現在你都住在大灣區 各個禮拜 是不是 那未來呢 我們還有一個大灣區的養老版塊 我們都要邀請很多不同的嘉賓上來 說多一些在大灣區 其實養老是怎麼一回事的 沒錯 再來近一點 你記住一下 我剛才跟他訪問了蔣先生 蔣先生說在他日後 他的安努院留了一個胃給我 以纖為證 所以我要近一點 讓阿沈秘密你不要忘記 沒錯 大家記住收睇我們的節目 OK 好了 又來到和灣區博士聊聊天 蔣先生 你好 Hello 你好 大家好 上個禮拜我又說一下他 又羨慕一下他 說一下他原來經常介紹的 這點爆了 大哥 什麼三母店 Costco 等等 我暫時都會比較不去住 因為太多香港人 真的很多香港人 但我又覺得其實是一件好事 我經常都覺得我們經歷這幾年之後 你可否覺得香港都是很分化的 真心說很分化 很相 很相緣氣 我們可能在政治上 大家又不同意見 已經是有些人反目勝手 根本就沒有朋友做 但是你想回想 過了之後 都已經那幾年了 現在是尷尬 不知道說什麼好 有時候我覺得是尷尬 不知道說什麼好 因為很久沒有說話 都不知道說什麼好 但是我又會深深感受到 時間會慢慢過 這些關係我們可以收補 還有在我做人的宗旨裡 我們政見可以不同 但是我們仍然 只要人的心是善良的話 我們仍然可以做好朋友 譬如有時候我和我的節目拍檔 我和他們的政見都不同 但是我覺得我們沒有 我不想去討論 因為討論不了 這些事情是很好的 但是我覺得我們互相關心對方 你怎樣 你最近有沒有不舒服 或者工作順不順利 都是很可以再交流 那情況是變得更好的 我和身邊類似的情況 那些朋友各方面是變得更好 因為其實已經開始了 我想最重要的是 大家對內地更深的認識 無論大家看影片也好 聽我們的電台也好 或者上網也好 遍地都是一些內地的資訊 比如我們上一集說的 那些什麼店 超級超市 很多話題 令到很多以前不太熟悉內地 因而這樣 而對內地做了很多的反對等等 我覺得現在是 他們明白的 其實開始知道的 因為這是事實 我最近有一個朋友 其實他對中國是完全沒有好感的 你說叫他買中國的食物 你開玩笑嗎 用中國的產品 你是不是開玩笑 老友漏電的 吃了會死的 真的 這個在他過去跟我聊天的時候 他也是很抗拒中國 但我自己經常都覺得沒有所謂 因為每個人都有生活的選擇 但他最近跟我說 我見到你有一次在節目中 介紹了一個做酸奶的方法 還有那些酸奶粉 他說我也很想試一下 因為我們自家做的酸奶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 要試一下當然沒有 你都沒有找我 我有機會送給你吃 其實是自己做的 有健康 其實他的成分很好 我剛剛買的酸奶粉 我一直都有營養師介紹給我 他是有13種益生菌 在他們研究中 他覺得是最多的 在酸奶當中 另外他的成分很簡單 是豆漿和椰子 用椰子打了粉 然後用豆漿打了粉 然後有13種益生菌 沒有其他東西 還有海藻糖 就是這樣 他就在我節目中介紹過 有些朋友聽到 剛才我說了 正正有些朋友 他們對中國的東西 無論是產品 食品 一定是不會支持 不會有興趣 但很可惜他正正介紹 那部酸奶機也是中國製造的 酸奶粉也是中國製造的 他就跟我說 他很想嘗試 但他是中國製造的 試一下吧 我覺得很好 我沒有覺得要取笑他 沒有取笑他 我反而覺得很幸運 我可以透過這個方法介紹給他 透過這個營養師 他講完之後 一定是因為他很有說服力 因為我自己在節目中也有說 我現在基本上每天都吃 我覺得吃了很好 家人吃了之後 他手手間又不錯 他就買了回去 我就跟他說 其實這個自家製的酸奶粉 最好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你早上可以吃到溫暖 不是冷的酸奶 你想想 因為它是40多度 恒溫40多度 令它有發酵的過程 他就說我很想嘗試 然後他就告訴我 不過我沒有人民幣的錢 我說不要緊 你找港幣給我就可以 後來我還提他 我說你記住你要轉插 因為他家裡是不會有這些插頭 因為他是完全抗拒的 他不會有這些插頭 我自己會想 其實我們的祖國 其實就是需要這些軟的力量 是幫我們能夠接受 我們已經離開了很久的中國 老土地說 所謂祖國的懷抱 你覺不覺得 我身邊一樣有這麼多案例發生 我剛才你說 真的身邊有很多朋友 一直對中國都沒有什麼好感 我覺得大部分都因為他不熟悉 因為不熟悉 而大家有誤會 我覺得最近幾有多好 因為大灣區最近這些超級超市也好 或者很多美食也好 很吸引 港車不上 其實這幾個大的情況 也都成為香港的熱點 其實是真的會影響到的 而且成為了你不去就好像很落後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自己也進入很多群組 有港車不上群 有三號店群 我可以告訴大家 很多裏面的群友 以前對內地都不喜歡 有些人申請港車不上 當然申請 當然申請 每個人的選擇都是不同的 但是你不進入去感受 而覺得聽別人說 這東西是毒的 不能吃的 我覺得其實是很失敗的 還有我自己覺得 他不單止在食品 剛才你說港車北上 通常人們都是去吃的 但還有因為有小孩的關係 他們可以帶小孩去玩的時候 他們發覺天地大了很多 香港始終的洗費很貴 還有空間也不多 所以我覺得這是中國的軟實力 我也說過我的案例 實實在在 因為我女兒有些孫子 在澳洲讀書 暑假回來 現在是他們的暑假 是呀 是我們的韓家 反過來 坦白說我女兒 以前一直對中國 她不是反對那些 但沒什麼好感 總之沒關係 我有什麼需要進去 甚至連回鄉政那些 都沒有需要 他有沒有申請到回鄉政 反對的聲音 或者抗拒了 這是一個好開始 當然我很開心 我沒有的 我做父母 我給你真實的臉 你看看 或者你都可以自己去 是否喜歡你自己的決定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 因為過去在中國來說 它也有很多負面的新聞 也有很多不令人開心的措施 令人覺得中國有很多事情是不好 甚至乎我們受了很多外國媒體 你知道我們認分什麼社 都是美國的通訊社 是主力的 所以你說我們 尤其是殖民地長 但是他們不會教我們 將來你九七後 你會回來 你要喜歡他 他從來都不會這樣 他只會做很多分化 而在中國發展的過程裡面 事實上他做了很多事情 可能是令到人民失望的地方 所以他很努力 他很努力 要跑回上來 所以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過我覺得這些軟實力 對我來說 我覺得很感謝有這些軟實力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 永遠這條線就會斷了 一面向好 變成有希望 還有做了主動 因為以前你知道 很多外國去抹黑 很多外國說到天下無敵 現在就很難發生這些現象 也是這樣的 我覺得讚他同時間 我們回內地 都要有心理準備 有些事情都要留心 還有我覺得沈永年可以介紹 其實有些內地人 你也是周圍捐的KOL 我已經考驗你的KOL 你有多有實力 可以值得介紹給香港人 不只是去兩間店 其實很多地方可以帶小朋友好 或者你自己旅遊的時候 都值得推介 好嗎 交給我的拍檔 我現在把命是考你的 想說到這次我和我的女兒和我的孫子 我孫子一個是五歲一個是十歲 都回到深圳 回到深圳 最近的吧 最近的事 就是在暑假回來 最近的事 我很開心 很開心不僅讓我的女兒感受一下 現在的進步 因為都很久沒有去 疫情沒有進去 那些孫子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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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孫子是回到香港之後 那些孫子就問我 什麼時候再回大灣區 真是 真是 因為我記得 沈永年曾經跟我說過 不知道可否出街 我嘗試看看 他禁制我 就再禁制我 他就說他的孫子 曾經跟他說過 他很感觸 很傷心 他的孫子就問 我現在在澳洲讀書 很開心 為什麼我在香港讀書 這麼慘 很討厭香港政府 我聽完之後 就覺得真是可憐 挺不久 沒錯 我覺得這件事 真是一件不應該發生的事 所以你突然說 你的孫子 我什麼時候回大灣區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轉變 或者不要說轉變 是很特別的現象 所以他立即逐了回鄉證 我們明天就會跟他 因為上去深圳 我明天就會過珠海 為什麼這麼開心 當然是有得玩 有得吃 第一吃東西 就是無限選擇 上去後 那些孫子 我女兒就說 你這麼多間 你選吧 很少縱伏 如果你在商場裡面 大部分都很少縱伏 很少縱伏 你看到他們 就是大部分的菜式 以前都沒有試過 沒有吃過 變得很新鮮 等於我之前的一集說 去超市 白貨超市 變成他們選擇 當時有很多樂趣 你也知道 東北菜 醬頭骨 有些人叫火山骨 有些人叫大醬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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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開心 尤其是現在 在大灣區 我不能說大 大灣區 大部分 比如珠海深圳 有些人叫大醬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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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在大地上小朋友很多 現在就沒有這件事 完全是另一件事 等於我們經常說 在大地的洗手間以前 又貓刺又臭又骯髒 現在完全沒有 不用怕 到處都有攝像頭 誰敢碰你的小孩 不要說老奴 碰一下也很害怕 碰一下也不可能 所以安全度很高 好了 講到那些孫子 最開心的是玩到很多東西 就是香港沒有 澳洲沒有 例如呢 例如駕駛兒童小型卡丁車 因為我孫子五歲 在香港或者澳洲 五歲是不能駕駛的 不夠高 不夠高 那裡有些專門為小朋友的卡丁車場 在商場裡面 開心得 自己能控制到 以前是坐媽媽旁邊 媽媽開心 她在這裡 惡惡惡惡惡 現在可以自己 她和我的孫女一路玩 玩到開心 有些攀石 有些在商場 你要留意 香港沒有的 其實有很多大商場 在大灣區 你一走進去 看到一個大的廣場 其實都會做一個 三層樓高的城網 波波池 那裡都被瘋了兩個小時 很多這些玩的東西 他們是真的 第二道沒有 很開心 乾淨 乾淨 安全 全部有人看著 那些父母 可以很放心 放下小朋友 我們上網 還有很有趣 我當天帶他們去深圳灣 有一個 不要說名字 是非賣廣告 有一個商場 在深圳灣 即是深圳灣出來 如果大家坐車 可能幾分鐘 就到了一個商場 他是專門給兒童 即是專門給兒童定位 他很聰明 他做到 很多兒童玩的東西 都有人跟你看過小朋友 但旁邊有很多收甲 即是父母 父母就不會很悶 父母就去剪頭髮 收甲 很多事情搞 我有想 挺絕 即是父母的生意 也做 小朋友的生意 也做 像泰式的spa 我想都是那些家人 等下小朋友 就去休息一下 享受一下 香港沒有了 一句說完 香港沒有了 很多的配套 面積沒有那麼大 以前香港也有兩個商場 例如九龍灣那些 都是說打兒童 但如果最近大家有看 其實都縮小了 都很商業化 你知道 其實我聽說 做兒童的事情 其實未必說 即是很賺錢 因為多數都是玩的東西 收一下門券等等 但在落地來說 反而兒童的元素 看得很重 我覺得內地現在政府 對於兒童和老人家 是很集中精力去計劃 你覺不覺得是 等於我之前說過養老 政府是很尊重養老 很去發展養老 其實兒童也是 你知道最近內地都說 都呼籲些 生多些 我覺得這個板塊 給我們香港人 亦都可以感受到 還有我覺得他們從小開始 譬如我們說公民教育的宣傳 你覺得他們對小孩的教育 是很厲害的 譬如保護眼睛 你的身體要好 要敲經父母 捨無不治 譬如我經常都看到 他們的宣傳段片 對小孩針對得很孝順 很孝順 很孝順 剛才你剛剛說的 我們看到他的軟實力 他們會透過飲飲食食 透過玩樂 你可能對中國不認識 甚至不喜歡 覺得他是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 他不喜歡 很抗拒 但透過軟實力 你會發現原來他不是你所想中的 你要慢慢開始了解他多些 這是我們吸引香港的朋友 他們對中國認識多些 好像我自己在內地住了 都上上落落了一段時間 其實我很喜歡一件事 我很喜歡看到小孩 他們被香港的小孩獨立 例如我在我的屋苑 我自己會叫水 一枝枝莊大 因為我還未安裝過濾器 我仍然都是叫一大水瓶 回來作為飲用水 平常我們的小區 老闆自己會開電單 然後送上來 早兩天我看到 原來老闆回了老家 他的女兒帶了表姐 一人拿了五公升的 每人兩瓶五公升 就馬上來放在我家門口 他叮噹 我就想他很小 我想他可能是十歲左右 每人拿五公升 那裡有十公升的水 就拿回來送水 我想我們香港的小孩 從來都不需要做這件事 但我覺得他們很可愛 我就會看到 中國的發展很有前景 因為他們仍然需要幫助家庭 他們仍然在家人親密的關係下 成長 這就是我看到在香港 越來越少的現象 你說得對 其實你很明顯看到 他們的家庭觀念很重 很重要 其實坦白說 我爸爸那年 即我們上兩代 其實家庭觀念很重 像家庭觀念那樣 在我們香港人來說 可能越來越淡 甚至去外國那些 更加淡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一個家庭觀念很重 我覺得家庭是最開心的 但無論你在海快仔 送水也好 或者有時候我們行商場 你看到他們都是一家大小 一家大小 所謂不是爸爸媽媽和小朋友 而是公公婆婆 都會出賣來一起去家庭生活 這個我覺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除了他們的食物 他們的服務 好之外 其實有些東西都是值得參考 因為我經常做買樓 我很清楚 我不是分享過 如果大家買一層樓 想慢慢容易賣出去 其實內地人 喜歡和父母一起住 喜歡和小朋友一起住 所以房間的面積是大一點 很家庭觀念 這是很明顯 這是我們有不少香港人都羨慕的 不過是要努力 還有要用心經營這種關係 今天和三位年聊聊 在內地的民情 也讓我們香港人了解更多 其實軟實力也不錯 吸引我們 明白中國真的改變了很多 好了時間差不多了 拜拜 好 好